接棋 金融市长林又昌亲自授旗给带队的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杜国震 111年全民运动会10月8号起在嘉义县登场 这一次金融市代表队包含选手及对职员共有355人 林又昌除了预祝选手凯旋归来 也宣布这一次夺牌奖金将大幅提升 包括第一名由4万元提升到8万元 第二名则有2万元加码到5万元 第三名更从1万元翻3倍到3万元 希望激励选手士气与信心争取好成绩 期许能打破上一届七金的纪录 我们今年特别修改了相关的规定 把全民运的一个奖金大幅的提升 金牌从4万变成8万 另外铜牌跟银牌也都大幅的增加 我们希望今年的一个比赛 大家都能够全力以赴 然后超越上一次在花莲七金 三银跟五铜的一个成绩 那大家都做了最好的一个准备 那市长对我们所有的选手 大家有信心 基隆加油 市长与市议会议长超年代表 及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等人 也都自证加菜金 鼓励选手加油 为市争光 希望大家放轻松 我们全力以赴 我相信我们会再跟市长一样 我们期待你们的最佳的前击 带给我们基隆来 这一次基隆市代表队共参加22个项目 其中由常新 吕师傅武师团代表参赛的农师运动 即以中正国中民俗体育班为主力的 扯铃跳绳等民俗体育项目 最被看好有夺牌机会 吕师傅的武师 武师委员会在全国是想定当 也到世界去 武师我们预计应该有 二支三面金牌 应该有这个机会 而且还有我们的扯铃跳绳这个项目 也是我们基隆市的强项 那还有健美 我们很多项目 我们都尽量努力 来为金融市争光 金融市加油 金融代表队在比赛第一天就传出好消息 民俗体育跳绳个人赛女子组 由陈宇甄拿下金牌 男子组正立官则获得第三名 接下来金融代表队还将参加建立 蜻蜓水球等项目 整个全民运动会 预计在10月13号结束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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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金融 金融和转账 本немeto 这个座变成本 应该 I 我 要 我